经过数个月激烈竞争后 美国选民今天投选最新领导人 而万众期待的结果在我国时间下午三点出炉 白宫新主人正是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虽然官方数据还没有出炉 但是特朗普已超过门槛的276张选举人票 成功击退紧获得218张选举人票的希拉利 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特朗普胜选后第一时间带领全家大小感谢支持者 并一反常态全程评论发言 少了过往的跋扈期验 他承诺将成为美国人的全民总统 以答谢选民支持 我祝福我们的国民 我会为全美国的总统 这对我非常重要 谢谢 谢谢 支持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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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主持人 和一切大国的国家 我说从开始 我们的不是一个冠军 而是一个很巨大的动作 成立了的争较努力的男人和女人 爱自己的国家 希望一个更明显的未来 自己和自己的家庭 特朗普和希拉利这对正商好友为了选举撕破脸 随着确认入主白宫梦碎后 希拉利通过秘书致电恭贺特朗普 而特朗普则高度赞扬这位对手 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 支持者自然狂喜万分 但另一边乡的希拉利支持者 则难掩失落心情 一些人和亲友抱头痛哭 对美国未来深感不安